弟兄姐妹们平安 几个月前教会的牧师 牧师们和长老们 在讨论今年主题的时候 达到一个共识 就是去年我们的主题 Make Disciples Who Make Disciples 造就门徒 辛火相传 值得继续推动 而且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去年在华语堂 我们是透过一系列的主日信息 将门徒造就最重要的整体观念 方方面面地传递给大家 而今年在考虑如何晋升的时候 我的领受是先把 什么是圣经所讲 叫人得救的信心讲清楚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同意 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 是跟信耶稣有很直接的关系 而究竟什么叫做信耶稣 如何信 信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位 慕道的朋友 以及每一位基督徒 都认认真真 弄清楚的事 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间 只有短短的三年半 但是在两千年后的今天 他所传的信息 还继续不断地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带给成千上万的人 生命的改变 而耶稣在传道当中 以及他的事奉当中 一再重复强调几个观念 其中强调最多次的 就是信 相信的信 信心的信 耶稣对信心的强调 显然在他的门徒心目当中 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所以信这个字 在四卷福音书里面 出现的次数相当相当的多 尤其是约翰福音 信以动词名词出现的次数 将近一百次 不只是福音书 在全本圣经当中 不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 信的重要性 都一再地被强调 既然圣经如此多次地 重复强调信 那么清楚了解 在神的启示当中 究竟什么叫做信 究竟神要人信什么 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圣经当中 有好几段经文 甚至有好几卷书 整段的内容 就是要帮助人 明白信的意义 以及信的重要 那在2017年 我们会从一些 最有代表性的经文 来看信心 在1月到3月 我自己会用七次的讲道 带大家来看 希伯来书11章 以及12章的头四节 我也请沈牧师 用三次的讲道 带大家来看雅各书 第二章14到26节 是如何说明 信心与行为的关系 然后从4到8月 我会从罗马书1到8章 来带大家深思 什么是因性称义 然后从9到12月 我们从罗马书12章到16章 来看因性称义的基督徒生活 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 翻到希伯来书11章 我们要同身来读 希伯来书的11章的1到3节 手中有圣经的 尽量看圣经 因为我们会看到上下文 实在是没有圣经的 我们再来看荧幕上的经文 希伯来书11章 我们同身来读1到3节 请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 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希伯来书写作的目的 是要兼顾当时遭受试炼 而信心动摇的基督徒 这卷书的每一章的重点 都是在帮助基督徒 重新建立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所以除了11章之外 每一章的重点都是在强调 耶稣的卓越性 而11章其实是一个插断 是特别针对信心来做详细的阐述 我们先看看第10章的末了 作者在10章38节 以一人必因信得生 这句话来强调信心的重要性 之后接下来 他就用整个11章来详细的解释 因信得生的信指的是什么 然后到了12章的一开头 又回到整封书信的重点 耶稣 而且指出 耶稣不只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也是我们信心最完美的榜样 今天我们要先看 希伯来书11章的头三节 我们从这三节的每一节 可以各学到一件关于信心的事 第一节告诉我们 信心会带来把握 讲得更清楚一点 信心能够让人 在一些原本无从有把握的事情上 变得有把握 甚至是十分十分的有把握 在这里提到 所望之事 以及未见之事 所望之事 指的是 现在还没有发生的未来之事 是对未来的一个盼望 未见之事 指的是肉眼看不到的事 这可以包括未来的事 也就是现在看不见 但将来会看得见的事 它也可以包括现在的事 就是现在已经存在 或者是已经发生 只是肉眼看不见的事情 那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你眼睛看得到的天空全是黑的 但是你预期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天会是亮的 这是属于所望之事 明天还没有来到 明天的天亮也还没有发生 而今天晚上 在你只看到一片漆黑的天空的时候 太阳依然存在在宇宙当中 地球也依然在围绕着太阳运转 那这是未来之事 我知道大家一听到 马上会说 哎呀这两件事情根本不需要信心 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 是我们的信心已经大到 让我们认定这是绝对确定的事情 所以在第一节 他就用了实底 being sure 还有确据 certain 来表达这么样的确定 圣经学者对这两个希腊字 做了深入的研究 那在这里简单二要的 最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这边讲的确定 并不是根据人主观的感觉 而是在于那的确是客观的事实 也就是说第一节的意思是 有一些客观的事实 虽然在目前的情形当中 一般人无法对他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信心却可以带来把握 那在这里我就顺便澄清一些 人常常对信心会有的误解 我们中国很盛行一种观念 叫做成则灵 意思是说只要你信得够真诚 他就会灵验 会如你所愿的实现 那种信是根据人自己主观意识的信 是一厢情愿的信 讲得更严重一点 那就是迷信 那不是西佛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所讲的信 而我们不要以为 只有那些民间宗教的信徒才会迷信 其实来教会的人也很可能在信心的理解上 产生严重的错误 举个实例来说 比如说曾经有一位单身的男生 爱上了一位单身的女生 爱得太迫切了 就越来越相信那女孩就是神为他预备的 虽然那女孩知道之后 很清楚地向他表明毫无意识 他还是不死心 弄到后来他根本不管那个女孩的感受 也不听旁边人的劝 就是认定自己主观的感觉是对的 他以为自己是照着西佛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所讲的原则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尸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只是那种信是完全出于自己主观的私欲 是一厢情愿的信 在好几个不同的教会我都看到过 好几位弟兄同时爱上一位姐妹 或好几位姐妹同时爱上一位弟兄 如果每个人都来个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尸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那就是天下大乱 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信心 不是迷信的信 不是人出于主观的私心自己制造出来的 而是人对神的回应 是神先启示他自己 或者向人发出呼召 而要人以信心来回应 比如说神说有永生 人并不是身体死了就没了 而是确实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要么是永远与神同在 要么是永远与神隔绝 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身体死亡八生之前 只属于所望之事 要看你是否信 要看你是否会以信心来回应 又比如说圣经说 神是个灵 虽然不像物质是肉眼可看见的 却是真实存在的 那对类似这样的未见之事 你是否信 你是否会以信心来回应 西法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所讲的信 不仅和迷信大不相同 它其实也并不是针对 一般性的信心来下定义 而是特别指着人对神的回应 讲得更具体一点 它是在进一步解释十章三十八节 义人必因信得生 所指的信究竟是什么 在未来几次的信息当中 我们将会看到 从十一章四节到十一章的末了 有许许多多圣经人物的真实故事 这些都是用来解释 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真实例证 这些人都是在人生当中 亲身经历过 神要他们相信的 是还没有发生的所望之事 是肉眼看不见的未见之事 而他们愿意以信心来回应 而且对神的信心带给了他们把握 虽然有些事情对一般的人来说 是难以相信 无从有把握的 但是对这些有信心的人来说 他们却可以有把握 甚至是十足的把握 那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 告诉我们关于信心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节告诉我们关于信心的第二件事情 是信心会带来神的肯定 这边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那这里的证据 原文的意思是作证 或者是有好名声 和第一节的确据不是同一个字 但是是与下面第四节和第五节的见证 是同一个字 所以第二节的意思是说 古人在这个信心的事情上 得到了神为他们所做的美好见证 留下了美好的名声 讲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他们的信心 带来了从神而来的称许和肯定 那让我用日常生活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道理 比如说 常常家里有客人来 会带来这个糖果 这个爸妈知道 这个对小孩子优惑性很大 所以在出门前就交代说 这个在家的时候先不要吃 那这个小孩子要面对这么多 看起来这么好吃的糖果 要忍得住 要不偷吃几颗 那需要信心 但是如果有信心乖乖听话 爸爸妈妈回来之后 不只是可以吃到糖果 还会得到爸妈的称赞 还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奖赏 反过来说 如果不听话 虽然偷吃几颗的时候很快乐 后来被发现的时候 不但挨骂 失去父母亲的信任 还很可能整罐糖都被收起来 连一颗都没得再吃 对神的信心也是如此 肯信靠神 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 最后必然有一天 会得到神的肯定和称赞 但我知道 总是会有些人会想 肯定和称赞值什么钱 还是趁着今天 得着一些眼睛看得到的 实际利益比较划算 但是我也用一个生活的实力 来提醒大家 不要小看 嘉许和肯定的重要 有一年我和教会的一大群人 去参加在东岸一个很大的聚会 是纽约灵命竞争会 那在有一堂聚会的时候 讲员就讲到了孩子与父亲的关系 聚会结束 之后我们大家在宿舍里 围了一个圈圈 分享心得 那其中一位弟兄 谈到了自己和他父亲的关系的时候 竟然激动地哭了出来 而且一哭就不可收拾 这位弟兄是毕业于大陆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他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 无论是考试成绩 或者是研究论文的发表 也是顶尖的 非常非常出色 他平常非常的安静 很少说话 但那天晚上 他竟然开口 讲了很多心中的感受 而且讲到哭了 为什么哭 因为他从小到大 最最想要得到父亲的称赞 却得不到 其实我后来发现 有类似感受的人比例并不低 也许我们今天在座的人 也能够明白这样的感受 所以不要小看称许和肯定的重要 它的价值可以远远超过 许多物质上的实际利益 那希伯来书十一章 列举了许多圣经的人物 从世人的角度来看 这些人因着相信神 而冒了险 付了代价 做了牺牲 看起来是很不值得的 但是希伯来书提醒我们 这些人的信心 带来了从神而来的称许和肯定 讲得更准确一点 这些人在凭信心 回应神的时候 他们没有用很功利的眼光 把得着神的称赞和肯定当作目标 而是完全出于他们对神的信靠和顺服 既然这是神说的 他们就愿意以信心来回应 他们采取了信心的行动之后 有的时候 神是以世人眼睛看得见的方式 给予肯定和称许 但是更多的时候 神所赐的安慰和鼓励 只有他们自己在心中感受得到 周围的人看不见 甚至不相信 甚至还讥笑他们 无论如何 对这些信心的榜样的人物来说 他们的信心 确实带来了神的称许和肯定 而且在神的永恒的国度当中 他们发现那是最最有价值的 那我们在座的人都已经是成人 所以我们面对的抉择 可能不是 要不要听爸妈的话 不要偷吃糖果 但是一些信心的原则 确实一致的 神盼望我们知道 祂是一位慈爱的天父 祂希望我们认识祂 我们听祂的话 我们接受祂的引导 因为祂的一切的引导 都是出于爱 还要让我们经历那最美好 最丰盛的生命 神的称赞和肯定 也许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 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所望之事 它也多半是一个肉眼看不到的 未见之事 但是对于肯以信心来回应的人 它不仅是必然发生 而且是在还没有得着之前 就应着信 可以有十足的把握 第三节告诉我们 关于信心的第三件事 就是信心会带来更清楚 更正确的知识 我知道有很多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包括当初 信主之前的我在内 我们常常说 我非得要先清楚知道了 我才能够信 这个想法 从一方面来说 非常有道理 但是西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 却告诉我们另外一面 这也很值得我们思想 这边说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 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 在这里并不是说 知道在信之前 而是信在知道之前 先有信才有知道 或者我换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 大家应该都能够接受 就是信心能够带来更清楚 更准确的知识 举一些实例 大家来说明 请大家回想看看 你小学学算术是怎么学的 是不是老师一开始 在教加减乘除的时候 你都先摆出不相信的态度 那我想多数人都跟我一样 老师教的时候 我们是以单纯的信心来接受 然后这个信心 引导我们继续学算术 越学越清楚 也越学越熟悉 或者讲物理吧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物理课的一开始就讲到 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 那第一运动定律讲什么呢 第一运动定律说 在没有外力的情形之下 或者是外力的总和等于零的时候 物体的运动速度不会改变 静者横静 动者横动 请大家回想看看 你是用什么态度开始学物理的 也是先摆出一副不相信的态度吗 你是要老师先证明给你看 你才肯继续地往下学吗 你真的坚持眼见为实 先做了彻底的观察 才接受第一运动定律吗 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个人 听到第一运动定律之后 你选择先坐在桌子上 观察你桌上的东西 是否真的静者横静 如果你真的坐在那里观察 半小时 一小时 观察是不是静者横静 那我想你要么是牛顿那一级的科学家 要么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奇特人物 不过我猜想我们没有一个人 花那么多时间坐在那里 先观察正直 动者横动 静者横静 你才继续学物理 如果你跟我一样 我们刚开始学物理的时候 老师根本并没有提供一个毫无外力的环境 让我们可以凭眼见 真的看到动者横动 再怎么样 我们最多都只做了一点点的观察 听了一点点的基本知识 然后就凭了相当程度的信心 接受了老师和课本上所讲的 我们是凭着信心继续学物理 然后是信心带着我们得着更清楚 更正确的知识 或者再继续用学游泳做例子 从这学游泳最能够看到信心的关键性 请问大家 学游泳是在岸上就学得会的呢 还是要进到水里才学得会 那这件事情我有非常清楚的体会 小时候我父亲是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 所以我们可以进出一个有高级游泳池 有高尔夫球场 一个美国人的俱乐部 那暑假的时候 我们每一天下午都去游泳 不会的人就跟着会的人学 那我的姐姐 我的哥哥还有其他和我同年纪的人 他们没有多久就都学会了 只有我一个人一直学不会 那别的人都很愿意教我 他们讲的道理我听听我都懂 那游泳的基本原理和所需要的基本技巧 我也都知道了 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障碍 让我就一天拖一天迟迟没有学会游泳 那那个障碍是什么 就是我胆子太小 我的信心不够 别的人已经帮了我所有能帮的忙 教我的腿怎么打水 手怎么滑 还有人手拉着我 或者拖住我的腹部 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帮我 就是凭信心跨出够大的一步 当脚离地之后 敢多坚持几秒 而不是一怕就退缩 当时我真的是一天又一天 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 什么时候我学会了游泳 是忠于平信心跨出够大一步的那一天 什么时候我真正清楚到 人真的是可以很轻易地利用水的福利 尽情享受游泳的乐趣 是在平信心跨出够大的一步之后 同样经历神的真实可靠 享受神同在的祝福 也是我们要在我们采取信心的行动之后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你个人的身上 除非你肯凭信心跨出够大的一步 而且就像游泳一样 在经历神的事情上 信心不只是可以带领我们进到水里面 有一个开始 它还可以带我们不断地进步 带我们进到水深之处 不但不再害怕 还能够享受在水浅之处 体会不到的乐趣 所以最后 我一方面 简要了复习十一章头三节 所讲的三件事 也在这里很诚恳地邀请我们所有的人 愿意向神做信心的回应 第一 你是否愿意向第一节所说的 信心可以让人 在一些原本无从有把握的事情上 变得有把握 甚至是十分的有把握 第二 你是否愿意向第二节所说的 信心可以带给人 从神而来的称赞和肯定 第三 你是否愿意相信 像第三节所说的 信心可以带给人 更清楚 更正确的知识 如果对这三个问题 你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你是否愿意选择 从今天开始 用这样的信心 来跟随神 来信靠神 来过每一天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主让我们 今天在敬拜的时候 唱了一些诗歌 跟信心有关 提醒我们 你要带领我们走的 是一个信心的旅程 主真是愿意 我们对主的认识 不是只是停在 头脑的知识 好像学游泳 在岸上所有的知识一样 恳求主 让我们 肯凭着信心 来跨出一步一步 特别是跨出 够大的一步 彭求主 让我们在2017年 我们经历到 我们在走信心的旅程 我们 以信心 来选择生活当中 所面对各样的决定 我们以信心 来选择 讨神喜悦的 人生方向 我们以信心 来往前走 我们以信心 来渴慕 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以信心 来享受 神同在 所带来那丰盛的喜乐 愿主 垂听这个祷告 愿主 垂听 每个人在心中 向神 所做出的回应 愿主 成就我们所做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